多倫多忠信中心 是一间基督教社会服务中心 于2007年开始于本地服务 亦是加拿大忠信在全国六间社区中心之一 忠信中心以社会服务 全人关顾的精神展开事工 将耶稣的爱带进社区 服务有需要的人 忠信中心在大多市服务有十几年 每日接触的人群当中 有生活的充担 有家庭或人际关系的难处 有健康上的软弱 有心灵上的困苦 有成长中的人生抉择和迷茫 因此我们的服务是多元化 以不同的活动和服务去接触不同的年龄 不同需要和不同阶层的人 每年服务超过二万人次 忠信的资源有限 所以要特别感谢众义工和我们一起同行 以及大家的爱心捐献 在2017年5月 忠信中心由市嘉堡爱政国商场 本到东方广场 继续服务社区 我们的关顾服务包括定期探访长者大厦 提供社会服务资讯给行动不方便的长者 并关心他们的需要 还有癌症关顾小组和情绪关顾的聚会等等 以不同的内容和活动方式来做关顾的工作 除此之外 在男士事工方面 有一群男士组成核心团队 在几年前开展了男人新天地 他们有定期的聚会服务社区 在多年以来通过这个事工 为了很多男士和他们的家庭 带来了关怀、帮助和祝福 而中心提供的灵机辅导服务 有专业的辅导员帮助悠伤的人 和有困境的家庭 是深入的个别关顾服务 照顾到人的情绪和心灵上的需要 中信好注重儿童青少年服务 例如有儿童品格训练营 青少年实践社区关怀课程 青少年领导训练营 基督少年军和短期宣教体验等等 都是帮助青少年新心灵的健康发展 和培育美好的品格 令到他们在这个污染了的世界中 能够正直地成长 中信同时发展家长事工 透过亲子活动 和教养子女的研习 和父母一起陪伴孩子同行 非常感恩的是 中信中心在2017和2018 连续两年都得到 加拿大星岛基金的真心英雄奖 这个是受助者的提名 表扬中信的爱心和关怀 真是对我们有很大的鼓励 并鞭策中信 更努力地去关顾有需要的人 因应社区的极大需要 中信计划加强和发展 关顾服务和儿童青少年服务 希望得到社区的支持 更多关顾我们的下一代 并提供危险关顾服务 以致能够进一步带温暖和希望 给那些在彷徨困境之中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